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12月份的最后一次也就是超大型的社群日也会在本周的周末举行 分别是12月18日星期六的时候以及12月19日星期天的时候 一样之前已经拍摄过影片了这边就不足以讲解了 那想要寻找之前的相关影片的链接可以在影片下方先来寻找得到 再来本周的五星传说团战头目也会有所刷新 最主要就是16日星期四的时候开始 五星传说团战头目将会更换为球雷姆 会待着维持至12月31日星期五为止 再来我们看看本周的团战时刻方面 分别是绕在12月15日的傍晚6点至7点之间 那活动期间的话呢 来希拉姆以及就是杰克罗姆的传说团战将会更加频繁的出现 聚焦时刻方面本周是绕在12月14日星期二的傍晚6点至7点之间 到时候主题宝可木有压嘴火獸 活动的加倍包括金花宝可木是可以获得的经验加倍 好了那以上就是有关本周将会在购游戏中开跑的一些活动的变更 以及须知详情 希望各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到大家 影片先差不多 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影片最后言论呢 仅过参考 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再见咯 拜拜 我会参考虑 我会参考虑 你会参考虑 我会参考虑 就叫我来点心